好,我們今天來上第六節課 我們來回覆一下大家的印象 前幾節課我們教什麼,我們今天要教什麼 我們前幾節課教到說 如果我們想要製作一個人工智慧 那就是一個數學方程式 這個數學方程式它是一個 function set 在這個 function set 裡面 我們要找到一個 function 我們找到 function 的方法 是使用一個損失函數 那這個損失函數 我們希望讓這個損失最小化 然後從而找到那個 function 那這個損失函數怎麼定? 我們上一節課有教過 也就是說 你可以根據這個最大概是估計法的邏輯 然後來定這個損失函數 那現在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想要求解 那求解在商節課我們是作弊啊 我們其實沒有跟大家講怎麼求解 對不對 我們是用了一個函數 就 MLE 這個函數 對不對 這個函數裡面怎麼做的 我們有講 那在第四節課的時候 我們怎麼求解 我們用的是解連立方程式 那個方法是不是非常非常複雜 那我們現在想跟大家 我們這一節課的重點 就是想跟大家講 MLE 這個函數 他是怎麼樣去做到求解這件事情的 那大家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未來啊這個 你遇到這個問題 你就知道說 原來手上其實是有一些求解工具可以做的 好 我們今天就教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叫 馬可夫戀蒙特卡羅法 這個真的是 這個就是 欸你說馬可夫戀 這個蒙特卡羅法 這個名字實在是很特別啦 反正就是 你就知道一定是有很多人民工現在裡面 啊至於這個 呃叫什麼其實沒那麼重要 我們現在來想個事情喔 就是 我們啊 這個 我們的 馬可夫戀蒙特卡羅法 他的概念是這樣子 就是 原本 你可以想像 一件事情就是 假設我現在想要找到 台灣的 最高點在哪裡 那我 我啊這個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用這個 窮局法 也就是我把台灣做一個衛星掃描 那看看他最高點在哪裡 那我就找到玉山嘛對不對 可是這個方法是不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 呃怎麼說呢 就是 呃浪費資源浪費時間 而且之前 講那個數學的部分的時候 我有講到嘛 如果你的職域範圍是 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那你根本沒有辦法這樣找嘛 對不對 所以 第二種方法 欸這個蒙特卡羅 馬可夫戀蒙特卡羅法 他的想法是這樣子的喔 這個 在最開始的時候 哇 我隨便把你丟在一個 我隨便把你丟在一個 呃 台灣的任何一個地方 我隨便丟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叫其實點 然後啊 我允許你隨機的 你要眼睛閉起來喔 你眼睛閉起來 因為 在數學函式裡面 你不可能知道 前後左後哪邊比較高嘛 對不對 好 你眼睛閉起來 隨機的往 任意的方向移動 360度都可以 那你一一移動啊 你移動完了之後 如果你發現 你現在所在的位置 比本來的位置來的更高 我就往前走 那否則我就退回到原地 然後再搜尋一圈 看看有沒有更高的地方 好這樣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透過這種方式 你一定可以 欸這個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就是 你就會一直往高的地方走嘛 因為如果你發現你往下了 你就 你就會回頭到原本比較高的地方 那這樣子你是不是就可以找到一個比較 你就可以沿著 這樣子隨機走路的過程 那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就是 你可以 得到這個最後最高點在哪裡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有沒有人不懂了 你看一下我這邊的描述 他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我們先不要看後面 我們 這個描述你懂了以後 你想到了什麼問題 欸如果今天 我在 我在 被你丟在台北市 然後我爬到了七星山的山頂 你發現了什麼 周圍沒有比我更低的地方對不對 周圍沒有比我更低 欸沒有比我更高的地方了 所以我不可能再移動了對吧 那這個時候我是不是被困住了 困住的理由是什麼 我被困在局部局值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局部局值 那我怎麼去解決 我被困在局部局值的問題咧 我們的方法是 欸 如果你遇到 我們把剛剛的那個想法再改一下 如果你遇到 你的下一步比上一步來的更高 那我當然就走過去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我的 下一步 比上一步來的更矮 那 照道理來講我應該退後嘛 對不對 欸可是我給自己一個很小的機率 這個很小的機率讓我可以 你還是可以走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我到了七星山山頂 雖然說我 之後跨一步一定是會往下 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局部局值嘛 對不對 那 可是啊 這個我可以給自己一個很小的機率嘛 就要走一百步 我這樣子 我被困在山頂的時候 我走一百步 那可能會有一兩步 我可以允許他離開現在的位置 讓他再重新找一次 那找的步數夠多 我是不是就有機率透過 我是不是就有機會透過那個很小的機率 離開那個局部局值再重新找 那也許就是離開那個局部局值了之後 我就可以找到這個 我就可以找到這個就是 欸更高 就是我就可以 走從另外一條路 然後欸就往玉山走了這樣子 就往中央山脈走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可以齁 這個想法是不是還不錯 這個想法除了局部機值以外還有什麼問題 你們應該可以感覺出來 這個步伐的大小是個問題對不對 這個想法很好 但是步伐的大小有問題啊 如果你步伐太大 那你一腳 假如說你的步伐 一步就一百公里 那你要找到玉山山頂 我看這機會是很低啊 對不對 哪有這麼剛好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的步伐一步只有 一公尺 像我們人一樣 啊覺得說你現在在這個 你現在在這間教室內 你就出不去了 因為他全部都是平的嘛 對不對 完全是 完全是沒有 就是你完全是沒有辦法有任何方向指引的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馬可夫列蒙特卡羅法 他的這個想法 根據他的想法 他的限制大概就這些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完成這個 馬可夫列蒙特卡羅法 我們假定有一個方程式 y的x平方 我當然知道他的極值是x的0的時候 對不對 x的0的時候有最小值 這樣可以嗎 那我現在啊 你看一下我的語法在做什麼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我的語法 我在最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original function y等 return x 這個original function 我輸入一個 數字進去 它叫5 它就會告訴我5的平方 對不對 2 它就會告訴我4 這樣可以接受 好 然後 這個random walk random walk是在幹嘛 就是 就是我想要隨機的 根據我現在的位置 假如說我現在在 這個你們不需要會寫這個程式喔 好不好 我只是用程式的方式去跟 證明給你們看 好 我現在在10這個位置 它會告訴我下一步 你要移動到哪 下一步你要移動到哪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random walk 這樣可以喔 好 你知道random walk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設定我的起始值是5 我從5開始走 然後啊 這個我要走1000步 好注意看著喔 我走1000步 然後 我的這個 我先走100步 我走100步 你看著喔 這個我i等1的時候 我的x就是start value 那我 接著 我就做一個oldx跟newx 這個oldx啊 我就 oldx我random walk之後變newx嘛 對不對 那如果 oldx它的高度 比newx來得小的話 來得更小的話 那我就往那邊走 我就回到oldx 這為什麼咧 因為我現在要往 我現在剛剛這個函數的話 我是要往 呃 我是要往最小值走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新的數字變大了 我是不是就要 用舊的數字 我就要保留舊的數字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然後 反之我就用newx 所以你看一下 我這樣執行完了之後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x 你注意到了什麼 他在往下走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兩步是不是完全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random walk的時候 變成往上走 那 結果他就 他就會回到原地 然後他 三步五時就會往下 有時候會連續好幾步都不動 然後 有機會往下的時候就往下 好 這樣有 看懂這個 這個函數了 就是這整串語法的方法嗎 這就是 這個 馬可夫練蒙蒂卡羅法 好 那 他開始往最小值移動了 但是你感覺出來 收斂的速度非常慢 我們把全部做完 我們會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最後幾乎不移動了 為什麼不移動 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的random walk 他是每一次 他就是離上步 我的步伐就是0.1 正0.1到負0.1之間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他現在差距已經只有 0.00001了 已經 小數點後第四位了 要讓我再抽中 再更前進一步的機會 是不是非常小了 所以他就幾乎不會動了 那所以我得到的這個答案 是答案嗎 不是精確的答案 而是一個近似值 你們有注意到這件事情嗎 他是一個近似值喔 他非常非常接近本來的答案 但是他不是 就是 精確解 好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方法 他其實是 可以找到近似值 但是沒有辦法找到精確解 好 所以這次我們上節課我一直講說 為什麼要 我們為什麼 我們現在可能只能求近似解 啊求近似解就夠了 那求精確值非常的複雜 有時候我們不想求這樣子 好第二個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樣的一個函數他是有start value的 我需要一個起始點 好剛剛 我剛剛介紹的那一個 整個運算過程 他如果沒有起始點 是沒有辦法walk的 對不對 你再怎麼樣 你就算要找台灣的最高點 你一定要 找一個 你總是要把這個人 隨便往下丟一個地方嘛 你不能說 就憑空開找對不對 所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上節課我們設的起始點 原來意思是這個樣子 好可以了解齁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欸他到了最小值之後就不移動了 那我要怎麼搜尋他附近的 就是他附近的這個 就是地形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方式就是 我們啊 我們想要 我們把這個 就是 欸我們 現在用換個範例 也就是我們現在把這個 我們剛剛是找一個最簡單的函數嘛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資料給讀進來 等一下大家可以自己讀進來喔 他讀進來以後 我要用pr 來預測k 也就是我要建一個簡單的線性回歸 這大家可以理解喔 我要建一個簡單的線性回歸 那我要建一個簡單的線性回歸 我線性回歸的prediction function 就是 就是 beta0跟beta 給定一個beta0跟beta1 我就可以把我的y heart求出來嘛 對不對 y heart求出來之後 y heart就是y的預測值 y的預測值 求出來之後 跟本來的y 我是不是可以相減變成殘差 那 殘差的絕對值 欸殘差的標準差 我是不是也可以算出來 殘差的標準差我算出來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他的logp是多少 他的樣本機率是多少 還記得上一節課我怎麼算的嗎 帶那個常態分布的那個公式 我是不是可以算出 他的高度是多少 取了log之後 變成logp 把他全部累加起來 這是不是就是樣本機率 這個機率越高 就代表這個beta0跟beta1來的越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現在全部我全部run一次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喔 大家這邊不用完全會這個程式沒有關係 我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因為我跟你們講 我今天會介紹兩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我們以後會一直用到 可是第一個方法 呃我們只會跟大家介紹 我們以後會一直用到的主要是第二個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start beta0是0 start beta1是0 然後我要走一千步 一萬步 然後啊 我在第一代的時候 我的beta0就是0 然後我的beta1也是0 然後隨機走路以後 隨機走路以後 我把舊的機率 舊的參數帶進去 得到一個舊的機率 對吧 然後我把新的 參數帶進去 得到一個新的機率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把兩個機率相減 然後 因為他們兩個是累成的機率嘛 相減等於 等於之前的相除嘛對不對 好 相減之後 然後在exponential 這樣等於原始的兩個機率相除 這個數字如果大於1 如果大於1 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新的 比舊的來得更大 對不對 如果小於1 最小就是0嘛 對不對 exponential玩最小就是0嘛 對不對 如果比之前的來得小 那就代表 我新找到的地方 好像比之前來得更小 所以我們來講 這一串是什麼意思 如果這個數字 它小於 從0到1抽出來的一個數字 那我的 我就要回頭 這個下面這就是回頭嘛 對不對 那 它有沒有可能 如果這個數字它大於1 也就是新的 那一步 新的內 就是新 新算出來的機率 比原來的機率來得大 那 它就絕對不會回頭嘛 因為我後面 抽是抽一個0到1之間的數 1以上的話 它就絕對不會回頭了 1以上什麼意思 這個數字比這個數字來得大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那如果它是1以下咧 就代表這個數字比這個數字來得小 這個數字比這個數字來得小 的話 我就要從0到1之間抽一個數字 然後 決定它要不要回頭 那我0到1之間抽一個數字 如果這個數字非常非常小 那我是不是回頭的機率也很低 如果這個數字 就是 雖然比1小 但是很接近0.9 或是0.99 這樣我回頭的機率 是不是也是 也是 就是 這樣子 就是 我是不是就很 就是怎麼講咧 我跟大家講好了 如果這個機率很接近0.99的話 這個機率是0.99 你要抽出來的數字 要比它來得大 是不是很難 那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不太會回頭 我就還是願意走 如果這個數字 是0.01 我抽出來的數字 是不是就很容易比這個大 我是不是就很容易回頭 所以我換到這裡的講法就是 如果新的機率 比舊的機率來得更大 也就是大於1 我就絕對不會回頭 但是如果說 它比舊的機率來得小 小的越多 回頭的機率就越高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我現在把這一串舉法 全部執行一次 好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 這個 這個 大於這個符號 等了一下子才出來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算了很久 這個方法會算非常久 算完之後 我們來看看 β0 跟β1的答案 好不好 好 3.5 那β1呢 0.001 好 這看起來 拮据是3.51 對不對 斜率是 0.0014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來看一下標準答案 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下標準答案 我們先看一下標準答案 標準答案就是lm這個函數嘛 對不對 然後subdata 然後就是 呃 就yx 好有沒有看到 這個答案 非常非常接近了 好我剛剛已經講過 它不可能找到 完全一樣的值啊 對不對 這跟我們 第四節課運算的時候 要求完全一樣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很清楚 我們這個方法 找的就是近四值 就不可能是絕對值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我們它的移動軌跡 好你看一下它的移動軌跡喔 在最開始的時候 這個 β0 它是不是從0開始走嘛 對不對 它一直往上走 它找到4附近之後 它是不是就開始在震盪了 這樣可以了解 它在震盪了 那β1呢 它從0開始走 然後它一個上下震盪之後 因為這個時候 β1 0還在調整它嘛 對不對 它走到一定程度之後 它是不是也開始在震盪了 在這附近震盪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說 震盪是不是 正常的事情 因為 就算它 下一步比上一步來的小 它還是有可能移動 所以它一定是會震盪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們要扣掉前幾步 前幾步它還在找那個地方在哪裡 對不對 我們要扣掉前幾步 然後看它後面 的狀況 那我們就決定 後面的平均值 那就是它的實際參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設置一個崩陰探 崩陰探就是 它前面幾步我不要看 因為它還是搜尋 好 這個電腦怎麼怪怪的 好啦我們看這裡好了 如果你把前面幾步去掉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這個 它的後面的5000步 它後面的5000步就介於這裡 它的平均數就是3.55 你來看準不準 3.55準不準 差不多 非常接近了 對不對 來 0.01 也差不多 蠻接近的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 那這個它的軌跡 剩下震盪的軌跡在這裡 那你會說 好像 不太震盪啊 欸不太震盪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這個 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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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k的這個 就是我們Random Walk的這個 那個 步伐可能射的比較大 所以它就比較不容易震盪 如果你想要更精確一點 那你Random Walk的步伐 就要射的比較小 可是它的軌跡 它就會爬的比較慢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繼續 好名球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最重要的是 它除了 MIM跟 MIM就是 它除了這個 就是 這兩個數字 這兩個數字 就是它的抉距跟斜率 很接近以外 它連SD都非常接近 這個SDR 是要做統計檢定用的 這個我在 前 就是這個東西 在人工智慧的 課程裡面 它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它在統計的課程很重要 我們只要看 你看它的SD 答案也是非常接近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了吧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馬可夫練蒙特卡羅法 你是不是 大概可以了解它的原理 我沒有要教大家 一定要會寫程式 好不好 我只是想知道 我只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它是怎麼walk 好現在你需要做什麼事 我來跟你們講 請你 從頭貼到尾 請你從頭貼到尾 你需要貼哪些函數咧 來跟著我一起做喔 你們看著喔 首先你需要把檔案讀進來 對不對 貼在這裡 檔案讀進來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 請你 要把檔案變成X跟Y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 你需要貼 那個 probability function 好然後 注意一件事情 你需要把 random walk 這個 函數把它貼過來 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個步伐決定大小 你把它改成0.001 那它的步伐一定就比較小 我希望你 改變它的步伐 然後看著它的軌跡 看著它的移動軌跡 去感受一下 它的這個 好我現在從頭 我剛剛是0.1嘛對不對 我把它改0.01 我們再看一次它的移動軌跡 好你有沒有發現這邊震盪就比較劇烈對不對 可是 它前面的這裡它就找的比較久 好我再把它換成0.01 再看一下 好 反正震盪的更劇烈對不對 這樣可以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我希望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random walk在哪裡 為什麼好像 我在這裡 我要改這裡 我不是改這裡 我要改這裡 難怪我剛剛覺得好像差別沒有很大 好我這邊改成 0.1 這邊改成0.01 然後再做一次 這樣應該會差別蠻大的 看到了嗎 這個差別很大了嗎 它是不是搜尋的比較久 很明顯搜尋的比較久 但是它後面的震盪是不是就 比較容易震盪 對啊 那我再改更小 看看 欸 你發現了什麼問題 我在改的實在太小了 它甚至 它也許還沒搜尋到 你們注意到這件事情了嗎 好我希望你們 重複這個實驗 我只希望就是 就是 呃 我只希望你們練習 好好學習一下這個東西 然後你們想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 我們剛剛這樣做的話 你發現了一件事情嗎 這個數字設的太大 最後 你要找那個 你要搜尋分布 就不好搜尋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數字搜尋 搜尋的太小 它又找不到那個點 所以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給大家練習個十分鐘 然後稍微玩一下 稍微想一下 那你如果真的受不了 你就看那個答案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呃我想剛剛 就是 如果你有做過一些實驗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 就是 呃就是 呃 這個東西不好調嘛 對不對 那不好調要怎麼解決 咧 我們可以 隨著時間的進展 呃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步伐大一點 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希望它步伐越來越小 你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呃 因為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因為最開始的時候 我希望很快速的 大致上 把 呃 譬如說你可以把它想成 我一開始的時候 希望把 各縣市的 譬如說在台灣 台灣找最高值 最大值 我希望把各縣市的這個 就是 呃 就是高度都先 大概了解一下 我再決定我要從哪個縣市 開始找 對不對 那 我大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步伐 步伐很大很大 那後來我可以慢慢找 那我以山來找好了 我看哪一座山比較高 哪一座山比較高 那最後再去找那座山的最高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它的步伐應該要隨著時間 減少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 你如果了解這個idea之後 這個語法會不會很難改 欸其實也不會很難改 你就在這裡 加上一個 在 這裡加上一個 這個decade coefficient 這個東西就是 i除以10加1 好什麼意思咧 如果 i現在是 0的時候 那它是不是就是1 那如果 i是100的時候 它是不是 11開根號 那差不多是 大概 就是3點多 對不對 那如果 i是很接近1萬的時候 那這個數字是不是十幾 好所以說 你有了這個 數字 這個數字就會隨著i 變大 然後它就越來越大 對不對 也就是說隨著我越走越多步 它就越來越大 那我可以把這個東西 把它 放到這裡來 這裡就變成0.1 除以 1除以 Decay coefficient 那這邊就變成0.1 除以Decay coefficient 這樣到我意思 這樣是不是就是 隨 一開始它是很大的 但是隨著時間 慢慢的 越來越久 那它的這個 數字就越來越小 好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我再按吃sauce 好你應該會發現 它 最後可以搜尋 非常非常小的範圍 但它在最開始的時候 它在最開始的時候 還是 很快的找到了 最終的答案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 所以說這個方法 是不是 這個idea 你可以了解吧 如果你了解這個idea之後 你會發現 原來解數學是 好像還沒有想中那麼難嘛 對不對 你們曾經有想過 原來數學是可以透過這種方式解嗎 你們可能沒有想過 對不對 可是這個方法 它確實可以解出來 而且 你會發現你想要加一些創意進去 好像也沒有那麼難嘛 對不對 好我跟你們講喔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 步伐越走越小的那個方法 這叫模擬退活法 這個模擬退活法 我們來看一下 你哥 我們這 我們之前不是有教mle這個函數 欸 我要先library 好 這個mle這個方形在method這裡 它其實就是可以去選 你要用什麼method 這個模擬退活法 就是這個sann 我們來看它下面有沒有寫好了 s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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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methodsann 它是模擬退活法 好不好 這個方法就是 所以你了解了吧 這個mle這個函數 它其實就是在做 類似我們今天講的這件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隨機丟給它一個其實點 然後啊 我也不需要告訴它 什麼微分 怎麼微分 對不對 你覺得它那個函數有可能解微分嗎 那怎麼可能 電腦怎麼可能自動解微分啊 對不對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而且你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函數是你丟給它任意函數 它都是有辦法walk的 所以說啊 它的方法其實就是透過這種方法 我不需要知道目標函數的樣子 我一樣可以找到它的極值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也許只是速度比較慢而已 好 那你了解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新要教的一個方法 那個叫T度下降法 上個方法 你如果覺得自己一知半解 沒有關係 好不好 因為 再之後 我們再也不會用到它了 但是 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跟大家介紹這個演算法的主要目標 是希望大家了解 其實 這麼簡單的想法 其實也是有辦法解數學式的嘛 對不對 你說真的需要會微分 真的需要會是什麼嗎 好像也不需要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很想跟大家介紹那個方法是有原因的 就是 第一個當然是 上節課我用的MLE函數 它背後其實是用這個方法 那第二個是 它其實 當你 數學不是很好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現在要教的T度下降法 它還是需要一些數學 如果未來你數學就是沒有那麼好 你就是不會解微分 那 那 你至少還有 這個 馬可夫練蒙迪卡羅法 你可以拿來解它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T度下降法 我們要怎麼做 好你看出的問題是什麼 速度非常慢 為什麼 因為你其實並不知道要往哪邊走 對不對 你是用試的 360度試的 你試出來 試到比較高 才往那邊走 如果我可以知道說 如果我眼睛睜開了 我知道說 我可以看到周圍的環境 我知道周圍往哪邊走 是往上 這樣速度是不是快很多 注意一下 剛剛的那個方法 眼睛相當於是閉起來的 我走過去了之後 我手上只有高度感測器 這一個東西可以看 然後我總是要用自己的腳步去試 試完之後我才能看說 現在是不是比之前高 還是比之前低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上個演算法是把眼睛蓋起來 你很容易就可以想像說 那如果我把眼睛睜開 看一下周圍的地形 我是不是就可以 走得更快 有正確的方向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周圍的地形要怎麼看 欸 如果可以 知道周圍的斜律 的走向 主要說我知道 南北向 是往南走 是往上走 還是往南走 是往下走 那跟我的東西向 的走向 的走向 我是不是就可以大概 猜出一個地方 主要說我往 可能要往哪一走 我隨便舉個例子喔 如果我知道我的 南北向的斜律是2 是正2 往北邊走是正2 往東走是正5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走出一個 東走五步 西 北走兩步 這種斜走 的方式 那他可能會走得比較好 對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我的 南北向的斜律 我要怎麼求 偏尾分 我可以求出來嗎 對不對 偏尾分是不是就是 把其他軸捨去掉之後 那個軸的 切線斜律 好 那我東西向的斜律 要怎麼求 一樣 東西向的偏尾分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了解了以後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一樣 使用梯度下降法 先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簡單的例子 是 fx等於x平方 加上2x加1 這個我們非常清楚 他的極值在哪裡 他的極值就是-1 對不對 可以了解 他的極值就是-1 好 那他的極值-1 他的導函數長什麼樣子 他的導函數長這樣 對吧 導函數是什麼 就是 我對著x 求為分嘛 對不對 x的導函數長成這個樣子 好 然後函數的意思是什麼 x每增加一個單位 y所改變的量 當下的切線斜律 這樣可以吧 好 如果當下的切線斜律 如果是正的話 如果是正的話 代表的是 如果我要找最小值 我是不是就要往左邊走 因為正數代表往右邊走 數字會變大 那如果是負數的話 代表什麼 我要往右邊走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想要往下走 我一直要找最小值 我要往下走的話 其實我可以減掉斜律 減掉斜律 我當下的位置 如果我減掉斜律 減掉一個正數 如果斜律為正 我減掉一個正數 那我就會往左邊走 對吧 如果斜律是一個負數 我減掉一個斜律 我就會往右邊走 對吧 再往數線的右邊走 好 如果你了解了以後 我們來看喔 來 這裡我們不談 這裡就是我剛剛講的 T度限量法的邏輯 來 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設定一個 隨機起始值 還是要有個隨機起始值喔 好 接著 來看著喔 T度限量法的公式就是 現當前的這一步 當前的這一步 減掉Lending Rate Lending Rate 是學習率 學習率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就是控制步伐的大小 好 Lending Rate乘上 導函數 代進原來的數值 這不就是切線斜律嗎 可以了解吧 這就是切線斜律 當前的數值減掉 Lending Rate乘上切線斜律 等於新的數值 那你要走到下一步呢 就是再帶一次 這樣懂嗎 如果你看數學式 沒有辦法理解我在說什麼 我們來帶入 剛剛的四值來看一下好不好 起始值是10 你的定靈步是10 這是起始值 第一步等於什麼呢 10-LOR 乘上 把10代進 剛剛的導函數對吧 剛剛試著導函數是多少 2X-2 對吧 可以接受 那Lending Rate我們就設一個很小的值好了 假如說是0.05 這樣子 我起始值設10 我的下一步是多少 在8.9的地方 可以接受嗎 可以了解這整個過程嗎 就算你不會寫程式 你有辦法了解這個過程對不對 用手算也可以嗎 好 在下一步咧 在下一步就是 那我剛剛是8.9了嗎 對不對 我一樣 減掉LOR乘上8.9代進那個導函數 可以接受嗎 那 把它乘開 0.05乘以2 乘以2 7.91 可以接受嗎 好 依此類推定 你一直 一直做 你在 最後的時候 你一定會走到-1 好當你走到-1的時候 你會發現 -1代進這裡 它是不是0 -1這個位置特別在哪裡 它切線斜率是0對吧 切線斜率是0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 減掉斜率 那你也不會動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切線斜率 你如果找到極值了之後 你減掉斜率 那它也不會再動 所以說啊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這件事情告訴了我們說 我們 我們的這個 就是 我們的這個 就是 呃 T度下降法 按照這個 邏輯一直走 我們就是一直 減掉斜率就好了 減掉斜率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最終 就可以得到最小值 那如果要得到最大值呢 那就是加上斜率 就這樣 非常簡單 好 那我們來試著 做一件事情 這一個 這個 T度下降法 我們用R語言簡單的實現一下 好了 現在我們的 fomx 等於x平方 那 它的 original function 就是x平方 它的 differential function 導含數 就是2x 我的start value 等於5 learning rate 0.1 這個數字都可以亂設 好要走1000步 好 第一代的時候 然後 result x 就等於start value 之後咧 上一代的result x 減掉 learning rate 乘上 differential function 把上一代的x 帶進去 就等於 下一代的x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我們一路來看一下 這個x的軌跡 好 你看最後 它到了 10 x 7.6 x 10 -97 4 這非常非常接近0的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前幾代 它一開始5 接下來是3.2 2.6 2.04 1.63 它是不是一直在往 0的方向走 它沒有走偏嗎 對不對 可以理解 剛剛我講的原理嗎 我如果可以看到 當下切線斜率 那我就一直減掉斜率 那我就可以一直往正確的方向走 對不對 好 當然你會說 那這個方法 它好像也會被 極部橘子困住 對不對 它會被極部橘子困住 對不對 它會被極部橘子困住 如果達到了一個 極部橘子 它的切線斜率 都是0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動不了了 好 所以這個方法是有這個問題的 它沒有辦法離開 極部橘子 可是沒有關係 好不好 要解決極部橘子 這個問題 這個有點難 這T度線量法要解決極部橘子 極部橘子 我們需要用到更多更先進的數學方法 其實也不是數學方法 就是一些想法而已 你會發現這個 這整套方法其實並沒有什麼很難的數學在裡面 對不對 那但是我們這節課不會講 好不好 我們這個因為要解決極部橘子問題 有太多種方法去解決了 所以說我們這節課不會講 我們只是先教大家T度線量法的概念 好 當你了解到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在這裡先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練習的機會 可是你需要做什麼事情 你需要做 這一串式子 我們這樣可以找到極值對不對 好 請你試著稍微把Original function跟Differential function改一下 覺得說Original function 變成 3 乘以X的平方 加上4乘以X加5 那 它的Differential function是多少 6乘以X 加4 對嗎 可以接受吧 那請你跑完 你看一下答案 負3分之2 這是不是答案 請你試一下好不好 就是這整個流程 你把這一串語法貼起來 然後把這兩個方式改掉 改成你想要的式子 但是現在還只能是一次試啊 就是現在還只能是一次試 請你稍微試一下整個流程 然後去熟悉一下它 我們給大家10分鐘的時間 好那 剛剛大家應該 我看大部分人有稍微玩的話 都會發現這個方法還蠻好用的 你只要隨便換一個函數 好像它解起來好像也蠻方便的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 我不需要去解連立方程式嘛 對不對 我不需要用去解等量公里那些那個部分 我只需要去得到編尾分的結果 那就結束了 編尾分其實如果你熟悉之後 他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難算 可以接受吧 好可是你注意到這個遠算法 最重要的就是有個很 有個參數的learning rate 學習率步伐大小對不對 這個步伐大小設的太大 他可能 他可能就每一步都跨過去 就沒有辦法收斂哦 本來我是要找最小值的 我減掉學率 結果我一減 我到的地方反而比之前更大 你們有些人最後出現什麼 如果你的函數是真的有最小值的 好不好 如果你搞了一個什麼 三次四 那真的是一點的辦法還沒有 或一次四 對不對 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 但如果你的函數是有最小值的 那 有時候你還是沒辦法收斂 那有時候可能是你的learning rate 射的太大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可能需要調整一下 才可以獲得答案 好 那learning rate又不能射的太小 因為射的太小的話 他就走不動 對不對 所以說 其實也是蠻麻煩的 你要試一下 你們以後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們發現 你們這些機器學習的方法 原理都懂了以後 你會發現你們以後在訓練模型 好像就在調參數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樣會成功 所以你就要試很多個版本 最後你成功 原來是這樣可以訓練 這樣可以 訓練出來 什麼叫訓練出來 就是在 一個function set裡面找到正確的function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來繼續 那我們寫剛剛這個是 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那是 單位之數的函數嘛 對不對 那雙位之數的函數 甚至多個 他應該要怎麼算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function 4a平方-4a 加b平方-2b加5 他的極值出現在哪裡 0.51 可以接受嗎 怎麼解 配方法可以很快解出來對不對 好 可是問題是 我現在 想要用t度下降法解 我要怎麼解咧 兩個韓 兩個位之數 所以我要解 偏為分 這樣可以接受啊 怎麼解 來看著 對 a解偏為分 他是不是 8a-4 回頭往前看 來 他 跟a無關的東西 是不是都是常駐項 常駐項直接捨去 可以接受嗎 然後咧 4a平方 解完是不是8a 好 4a 8a-4 是這麼出來的 這樣可以接受啊 那對b咧 跟b無關的東西 全部丟掉 只有這個部分嘛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我要怎麼解咧 2b-2 可以接受齁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8a-4 2b-2 這是 他的偏微分 得到的偏導函數 好 那他偏微分得到的偏導函數 我們的T度下降法公式長成這樣 下一代的a 等於上一代的a 減掉lr 乘上 a的偏導函數 注意是a的偏導函數喔 b的呢 上一代的b 減掉 乘上b的偏導函數 就等於下一代的a 那這個偏導函數裡面填的ab 是什麼咧 這個剛好就只有a 裡面填的ab就是 都是上一代的喔 你要這邊全部都運算完了之後 你才會產生下一代的喔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就來試一下好不好 來 A 00開始 好00開始 第一代的a是多少 來 一樣再定一次公式 上一代的a 減掉lr 乘上 a的偏導函數 等於0減掉lr 然後00帶進來 因為現在的a跟b都是0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來 0減掉0.1乘上 8乘以0減4 等於0減4 可以接受 a的第一代求出來 對不對 那b的第一代 來 第0代的 雖然說我a已經求出來 可是我在代入 b的偏導函數的時候 我還是用上代的a 所以這個時候是 b 第0代 0減掉lr 乘上b的偏導函數 然後把00帶進去 那這樣我得到的答案是0.2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 ab是00 接下來是0.40.2 這樣可以理解吧 繼續往下 欸 0.48 0.36 0.496 0.488 0.4992 0.5904 依此類推下去 你就會得到 0.51的 這樣一個答案 好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你們有沒有發現 欸 好像 好像沒有很難的感覺 可以了解嗎 欸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不是非常的辦用 現在記得起來這個式子的 邏輯嗎 邏輯我已經告訴你了 我就是要減掉斜率 我減掉斜率就可以得到最小值 對不對 那我隨機給個70值 我只要能夠算得出偏倒函數 我就可以求到幾值 對吧 我最後一直走就可以得到幾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如果了解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利用T度下降法求解先進回歸 對不對 第四課的時候 現在已經第六課了喔 第四課的時候 我們有教過大家 現進回歸的公式解 對不對 公式解還記得長什麼樣子嗎 有點複雜對不對 而且你們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 複雜的部分 不是求偏尾分的部分 求偏尾分的部分 其實並不複雜 複雜的地方是 求連立方程式的地方複雜 可以接受吧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已經忘記怎麼求了 忘記的話你們去翻一下第四課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預測函數是 YHOT等於 BETA0加BETA1X 可以接受嗎 接下來 LOS等於 Y跟YHOT相減平方 然後累加起來 前面加一個常數這不重要了 好然後接著 整個預測函數跟損失函數 就是把YHOT 帶進這一串 變成這一大串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這一大串 我現在想要求BETA0跟BETA1是多少 對不對 X跟Y是倚之數喔 BETA0跟BETA1是位之數 那BETA0跟BETA1 我要怎麼求咧 我要求BETA0的偏導函數 跟BETA1的偏導函數對不對 怎麼求我們來看一下 來 BETA0的偏導函數 跟BETA1的偏導函數 請你在第四課的地方你可以找到 好我們再複習一下好不好 好第四課 第四課 我們看一下複習一下 好第四課 來看一下這裡 來 來我們首先要先對 YI減掉YHOT 來做一個YHOT的偏偏分 然後接著 在乘上 對YHOT求BETA0的偏導函數 連鎖率 我是利用連鎖率做這件事的 這個東西正負號交換 因為這邊有個負號正負號交換 2一下來 這樣沒有問題吧 然後在乘上 這個東西求BETA0的偏導函數 因為他參數是1 係數是1 對不對 那對於BETA1的部分 那就是X留下 好所以說 我在這裡 我得到的 偏導函數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怎麼求 忘記了 這個沒有關係 回去翻書就可以知道了 那我們現在要試著用T2下降法來做啦 上一代的BETA0等於 上一代的BETA0減掉LR乘上 偏導函數 偏導函數長什麼樣子 這個樣子 對不對 偏導函數長成這個樣子 啊BETA1的偏導函數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怕你看不懂公式啊 我已經幫你寫好 來看著喔 現在我有一組 現在我有一組X跟Y 這個X跟Y 如果你直接用LM這個函數 把Model的結果print出來 5.3跟0.9 這是我們標準答案 我們用公式解可以解出5.3跟0.9 好那 T2下降法來看著喔 我現在怕你看不懂 剛剛我們這個式子 我已經幫你把BETA0的偏導函數 跟BETA1的偏導函數 已經寫出來了喔 你只要帶入相對應的BETA0跟BETA1 你就可以把 他當前的斜率給球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你都不需要知道這裡面怎麼做喔 好不好 這個 這個 如果你忘記了 這個都是照著這個抄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忘記這個怎麼球了 看第4課 你如果真的也不會偏為分 那也沒有關係 我只是想帶你體驗這個過程 好不好 你會到什麼程度就學到什麼程度 那 你需要 這一題我很希望 我會給你們15分鐘以上的時間 去學習這一題 這一題我很希望 你們可以抄這裡的語法 我這裡已經有BETA0跟BETA1的偏導函數了喔 我很希望你們可以參考這裡的語法 但是這裡只有一個參數需要求對不對 我很希望你們參考這裡的語法 自己把這個 這個練習題的結果 把它求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真的受不了 你再看後面的答案 好不好 其實沒有很難 你們已經大概看到了 沒有很難對不對 好 給自己一點機會好不好 那讓自己求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我們要怎麼用這個 這個過程 然後把這樣的一個問題把它解開 我們先看一下這串程碼意思是什麼 這串程碼意思是 最開始的值是5 然後 RainRate是0.1 然後我要走1000次 那我的ResultX 最開始我執行到這裡的時候 我的ResultX 它全部都是NA 然後I 回圈的意思就是 I等於1的時候我執行一次這裡 I等於2的時候我再執行一次這裡 I等於3的時候我再執行一次這裡 那I等於1的時候 然後呢 ResultX 就等於 StarValue 所以I等於1的時候 我們打I等於1的時候 執行完這裡 它其實就是執行的這一行嘛 對不對 我們再看一次ResultX 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出現了5 可以接受吧 I等於2的時候 然後 實際上就是執行這一行對吧 這一行是什麼 這個數字是什麼 5對吧 5 減掉 RainRate是多少 0.1 然後把5代進DF 答案是不是34 所以就變 5減掉34 1.6對吧 我把這個1.6的結果填到 第二個Result裡面 我們再看一次ResultX 好 5.0變1.6對不對 好 接著 I等於3再做一次 現在這個是多少 1.6對吧 好來 LainRate不變嘛 LainRate還是0.1 DF 再看一次 13.6對吧 所以接著 這一串做完多少 0.24 好 我把0.24填到這裡來 再看一次ResultX 0.2 是不是0.24就填進去了 這樣可以接受 依此類推繼續下去喔 所以 我發現 我其實有個ResultB0 跟ResultB1 因為我的 Result B0跟B1 我現在有兩個位置數要解嘛 對不對 好 我的起始值都設0好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看著喔 我的ResultB0 I等於1的時候 ResultB0等於 StarValue ResultB1 也等於StarValue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我 I Else的時候 我是不是 ResultB0等於 ResultB0 減掉LainRate 乘上 D0的Difential function 阿帶哪個數字進去勒 我們先這邊全部寫下來 B0 是不是就要帶 上一代的B0進去 B1呢 帶上一代的B1進去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之後 我們把這一串 B1 等於上一代的B1 那它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是不是要從B0改成B1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在B1帶進去之後 後面因為它的參數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完全不用改 一樣是上一代的 我們這樣全部執行完了之後 RUN 為什麼會有ERROR 不管了不管了 來我們來看B0 你看它最後是不是5.3了 這是答案對不對 那B1呢 0.9001 這也幾乎就是答案了對吧 可以接受 那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常見的問題 就是這樣的一個Function 如果你不輸入這個 它沒有辦法WALK 這個是程式語言的問題 就是 X跟Y 我一定要 因為它名字完全一樣 所以我一定要在這裡打X等於X Y等於Y 好這個是重要的問題 好那 這個 你們 就要知道整個流程是怎麼做的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給大家練習 可是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圖像畫的 它如果 它在一個二維空間中 找最小值 它的 行走路徑 就有點像這個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吧 它就一路找到了最小值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 我們今天的這樣的一個整個課程 我們第四課 第五課 第六課 是一個連續的課程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什麼東西 來我們把這些觀念複習一下 這個T度下降法 是你們一定要記住的一個方法 呃 我跟大家講 你們說 是不是一定要會 不一定要會 就是 只是說如果你這個東西不會的話 後面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要建一個新的模型 那 像 現信回歸 你也可以直接用LM這個函數直接建啊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我是教你們它背後原理是什麼 你們不想學原理也沒有關係 或者沒有學不會原理也沒有關係 只是說未來 你們 遇到某些市值的擴展 你們就有可能比較不會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 你說你可不可以建立出機器學習模型 其實也還是可以啊 反正人家已經寫好了 對不對 好 那大家知道 如果你理解原理了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人工智慧 它就是一個數學方程式嘛 它就是一個 輸入一個X 然後我就突出一個Y 對不對 只是說 在最後的最後 也許你會學到 輸入一個影像 去告訴你 它是什麼 輸入一個影像 說這十隻貓 這樣都會是 但它 說白了 它還是一個Function 好 那這個Function 還記不記得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講FunctionSet跟Function的差別 FunctionSet是 我還不知道那個 Beta0,Beta1那些位置數是什麼 這個時候 這整套就叫一個FunctionSet 那 如果我知道Beta0跟Beta1是什麼了 它就是一個Function 那我要怎麼在一個FunctionSet裡面找Function呢 找一個確定的Function 這個Function確定了以後 這個AI才會預測的準 對不對 AI預測的準 我們才會覺得它可行 那FunctionSet它不是一個 人工智慧喔 Function才是一個人工智慧 找Function的方法 是透過 先定義一個LossFunction 然後用T度下降法 求解 讓Loss最小化 那 這個Loss怎麼定 使用最大概式估計法可以決定 這樣可以了解 那 怎麼求解 T度下降法求解 所以這整套流程啊 其實就是目前 不管是人工智慧 還在深度學習 目前整套 深度學習的方法 都是Beta0這個東西出來 這樣都會是 差別只有在這個預測函數 它可能會變得非常複雜 舉例來說我現在教的預測函數 都只有先行回歸對不對 都只有這個FunctionSet 以後我們遇到的深度學習 它可能FunctionSet 會不斷的變得更複雜 這樣懂我意思嗎 舉例來說 我的這個預測函數 可能會非常非常複雜 那 但是求解的過程 其實是不變的喔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可是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們今天 這一門課的課程 叫機器學習與演算法對不對 在演算法的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教的差不多了 之後我們會教大家 很多個機器學習模型 深度學習是 機器學習裡面的一個分支 這個分支是使用 這整套邏輯去算出來的 那因為深度學習非常的重要 現在幾乎所有模型 所有的人都用深度學習模型 在建立人工智慧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會講得非常清楚 之後有一些 機器學習的方法 他不是走這套流程的喔 他的求解 不是走這套流程 我會遇到的時候再講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會遇到的時候再講 那所以說 這整個 數學流程 我希望你們是學會的 那我這邊在 雖然是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 不過我還留給大家一些時間 去前面那個練習題 把它再 好好的想一下 現境回歸用T2系列樣法 怎麼去求解 好不好 好我現在把時間換給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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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